2018年5月底 旅居美国的张玉华博士 收到了带有川普总统亲笔签名的回信 新的日期是5月18日 川普总统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张博士 感谢您花费时间写信 我们将继续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鼓励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奋斗的人们 张玉华博士的丈夫马振宇 被怀疑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了信 于2018年6月28日被判刑三年 和罚款三万元人民币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在判决书中称 马振宇给中共国家领导人写了七封 为法轮功名冤教区的信 马振宇是原中国资讯产业部 南京第十四研究所雷达总体组设计师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 已经多次被绑架 监禁 酷刑折磨 累计坐牢七年多 2017年9月 张玉华在呼吁救助马振宇的过程中 会见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政策高级专员和美国国务院官员 他也多次致信美国川普总统请求帮助 川普总统办公室也多次给张玉华回信 还打电话询问马振宇的情况 一位网民贴帖子说 两位普通老百姓分别给中共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写信 为何结局如此大相径庭呢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